小伙伴们小伙伴们迷蒙帝君空猴的另一个身份你们知道吗 今天我和学姐发现迷蒙帝君空猴的这把武器非常像天鹏元帅猪八戒的那个九尺钉耙 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呢 而我们还发现迷蒙帝君空猴把这把武器藏了起来 在这个时候这只小鸟才过来它才变成了另外一把武器 而这把武器就是一把手钦 所以我们猜测迷蒙帝君空猴应该帮助它会唱歌的那个人 不止我们初音一个人 小伙伴们你们想知道另一个人是谁吗 在评论区中打出666你将会看到 小伙伴们你们看到这个明月了吗 而在迷你世界中拥有明月的那个人只有柳仙儿 柳仙儿他住在广寒宫通过他的姚月仙子换装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身后有一轮大大的明月 小伙伴们所以说帮助空猴的那个人 其实除了初音以外含有姚月仙子柳仙儿 你们现在知道了吧 帮助他的并不是一个人